徒步秦岭南坡腹地,深入子武古道翻山细路,过了沙沟村鸳样树,到边建一栋老房子,看样子,有些年头了。在这秦岭山中,看到这样的老旧房设,总让人心头微微一震,一户人家的故事就此终结,将来这里再无传说。 偏房外墙上,是一个宣传栏,也是岁月在此的见证,宣传栏四周,用黄漆化了个框。上面写的字,因为日晒雨林,竟然一个也分辨不出来。不过,从字体排列方式看,大约应该是文革时期的标语,内容大概和当时流行的语录相关吧。 新修的入村道路,就在老房子跟前,修路实挖出的泥沙,青岛在门口,还没完全清理干净,土堆上面,已经长出了半人多高的野草,屋檐下,两根柱子支撑着房子。屋顶的瓦片,怕十七八年都已经没有翻动过,老房后面,是一坡的栗子树。 正面门上,挂着一把锁,门板上,歪歪扭扭写有一些数字,汉字,门口的对联,还未完全褪色,主人最后一次在此过年的时间,应该不会超过三五年。 门牌号上市这户人家的社会坐标,广乎街镇沙沟村114,门边墙上,居然还有电线,有进线,也有出线。 这是一块电表,应该是刚刚装上却没多久,只不过,电表信字还没装上。 想想隐世,房子都被砌成这样子了,装个电表,谁会用电呢? 从未山里人修路,通电,通自来水,到如今的移民搬迁,鼓励城镇化,秦陵山中经历了太多的故事。 院子里长满了草,门前也满了青藤,屋顶把片透着光。 作为一个路人,我都情不自禁被这样的场景感染,心中有些隐隐的痛。 是想再次生活了一辈子的主人,见到这样的景象时,内心该生出何等的感慨。 这是老宅呀,曾经温暖的家园。 光影迷离,强烈的对比之中,仿佛有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这里,老房子的每一个细节,尤其是一块快斑驳的墙体,都静静地诉说着这里的故事。 这是紫武古道宁闪断上的一个老村庄,这栋房子处立在这里,该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吧,都说房子不住烂得快,正面勉强还看得过去,侧面已经开始坍塌。 夜里的一阵强风,掀开一个瓦片,冬天的一场大雪,压榻半边无顶,雨季连绵的山雨,临到土墙上面,就这样,因为维修不及时,老房子倒了下来,最终成为山的一部分。 从老房子后面看过去,这个场景更让人觉得有些心塞,杂草,棺木长了起来,比屋檐还高,一些藤本植物,顺着墙角爬了上去,眼看就要把老房子完全吞噬。 究竟是人在山里建了房子,还是房子就是从地里上出来的?突然栗子临终传出一阵声响,一名老者拿着砍刀,从林中走了出来,询问忙于何事,这么大年龄,不会是在砍柴吧? 回答说,除除草,捡捡杂物,把这里清理一下,好收栗子。老人说,收栗子比较费事,不收拾一下,掉下来不好捡,抬头看,满树都是栗球。 在晒上一两个日头,肯定都会裂开掉下来,打停老房子,回答说这就是他家,修路站了,住不成了,搬到村口了,老人明显有些不舍,栗子不捡,就让野猪糟蹋了。 不过捡了也不值钱,今年四五元一斤,回来就当看看房子吧。房子,栗子,都是香愁,一阵风过,鞍唇淡大小的栗子噼里啪啦掉下来,老人热情,让我们捡起来品尝。 本组照片拍摄于2018年9月22日,地址秦岭陕西,安康宁陕县,广乎街震沙沟村。 专业行走将集中发布多组行走秦岭古道的图籍,欢迎点击关注本头条号专业行走。